大家好 今天看一看一月份 洪寶石的區 即是麥卡蘭格麥尼克 它賣了多少錢 多少錢呢? 要看看有多少宗交易 2024年1月份 有31日 有9宗交易 最便宜的一間 賣價最便宜的就是半導臨的房子 在Pontel 賣了87萬8元 這間房子有多少個房子呢? 三房 四個廁所 Basement 另外有一個廁所 賣了87萬8元 賣了兩個三個月 87萬8元 都不是多啊 十個盤而已 即是可以說是沒有變 那有一間半獨立屋 就賣了103,000 嘩 如果這樣說的話 即是跌了價 我們看看 所有物業加起來 平均數 十一萬二千 不是啊 不是十一萬二千 一百一十二萬 一百一十二萬 好了 我就看看 看看 看看今年 去年一百一十 即是不理它什麼品種 一百一十二萬 今年我又看它 不理它什麼品種 總之 這麼多間加起來 平均了多少錢 即是看看這九間 其實我只需要七間 因為有兩塊地 我不可以把它打進去計算 其實七間屋 即是九個交易 是七間屋 Nelow down 剛才的平均數是一百一十二萬 現在的平均數呢 是一百一十萬 即是可以說是 差不多原地踏步 沒有移動過 零七區 紅寶石區 就是沒有移動過 好啦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最好就是整個 整個托蘭圖去計算 這樣才是準 即是 在整體 整體來說 我畫了一塊來看 就不能夠代表一切